妈妈,我要听好文章。 爱的教育,亚米契斯,我们的校长。 可莱蒂今天早晨看起来非常高兴,因为这次他的监考老师是他三年级时的老师。 这位老师头发蓬蓬的,留着胡须,眼睛又大又黑,声音红亮。 他经常吓唬孩子们,一会儿说要把他们撕碎,一会儿说要把他们交给警察。 尽管如此,他却从来不惩罚学生。 一共有八个监考老师,其中一个是个子很小,没有胡须,看上去很年轻的助理老师。 五年级的一个老师脚有点薄,常围着一条大大的毛围巾,身体不是很好。 据说,是因为他在乡下当老师的时候留下的病症。 五年级还有另外一位已经上了年级的老师,头发全都白了。 以前在盲校做过老师。 此外,还有一位戴着眼镜,续着小胡子,穿戴整齐的老师。 人们经常叫他小律师,因为他一边教书,还一边钻研法律执事,最终考取了律师证书。 和这几位老师不一样,教我们体育的老师是一名转业军人。 据说他还打过仗,脖子上至今还留着一块伤疤。 最后,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校长先生。 他个子高高的光头,戴着一副金边眼镜,胡须很长,一直垂到胸前,有点像圣诞老人。 他经常穿一身黑色的衣服,扣子一直扣到下巴那儿。 他对学生非常和蔼。 如果有人犯了错误,进校长室的时候都会非常害怕。 可是,校长从来都不发火,他总是拉着学生的手,耐心地给他们讲各种道理,告诉他们不要再做错事,并要他们保证今后一定要做个好孩子。 所以,学生们离开校长室的时候,总会觉得无比愧疚。 我们敬爱的校长先生非常辛苦尽责。 每天早晨,他总是第一个来到学校,等着学生的到来,或听听家长们的意见。 放学以后,老师都回家了,他还待在学校附近巡视,为学生的安全担心。 每当看见校长出现在街角的时候,那些正在玩耍兮兮的学生就会突然静下来。 立刻逃向四面八方。 这时,校长总是露出微笑或者悲哀的表情。 听我母亲说,校长的儿子在当志愿兵的时候不幸死去了,从那以后,就很少再看见校长笑过。 校长总是把他儿子的照片放在桌子上,没事就拿来看看。 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,校长曾想辞职,他都已经写好辞职信了,只是因为舍不得离开孩子们,才一直没有交辞职信。 就在几天前,校长终于下定决心要辞职了。 我父亲当时在校长室,就对他说,您要是辞职的话,我们真的很舍不得。 这时,一个男人带着一个男孩来办理入学手续,他们因为搬家,所以要转来我们学校。 校长看见那个男孩时,不由得做了一个手势,然后,他盯着那个男孩看了很久,又看了看桌子上的照片。 原来,这孩子和他死去的儿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 校长缓过身来说了一句,好吧,就写下了那孩子的名字,让这对父子走了。 您要是辞职的话,我们真的很舍不得。 我的父亲又说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校长拿起辞职书,把它撕成两半,坚决地说,我不辞职了。 我,我说是谁的,我说話。 好吧,但我再次与我看。 离开架边。 我,我看你,你不靠近。 我,我看你,我看你,你不过。 下次我,我看你,我看你,我看你这些东西方的带类物。 我,我看你怎么看你这么长得一样。